联合国际化开发署出了一个中国性少数的一个生存报告 总的在中国的出轨的人数特别低 只有5% 跨性别社区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暴力和气质是非常多的 2000多名跨性别只有6个人没有被家暴过 在校园霸凌中针对性少数的霸凌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议题 在07年之前大部分的同志影像都偏比较灰色跟疾病挂钩 或者说大家都是在谈或者比较痛苦的部分 但是我们觉得同志他有痛苦但是他也有他欢乐的部分 所以我们2007年我和一个朋友我们俩一块创立《同志一帆人》 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一档节目 让更多的同志可以站出来谈谈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更多元更立体的一个生活方式 同志一帆人应该是中国做视频节目最优长的一个同志视频组织 从07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1年 我们也有超过差不多六七千万的阅览量 早期07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 很少有人出镜也很少有人敢出镜 所以我们那阵做的这个访谈节目比较多了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的这个第一期的《同志一帆人》的访谈节目 然后我是小刚 新一期的《同志一帆人》 我是小刚 慢慢的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宽松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纪录片 《同志一帆人》 《同志一帆人》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同志一如帆人》 《同志一帆人》可能是一种期望吧 就是说大家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可以轻轻松松地做自己 而不需要被别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的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LGBT人是愿意在这工作 他们如果能在一个LGBT组织工作很自然的这个环境 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放心的可以24小时做自己的环境 就像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同志的地方就有同志社区吧 每个人在我看来都是少数派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里都可以变成主流 即便你是异性恋 我们总会被别人孤立或者被别人当作一个少数派看 因为可能因为你的个子或者你的体重 甚至你的学历你的出生 你在一个环境里总会变成少数派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 不管我的出生是什么 不管我的肤色是什么 不管我的人种是什么 不管我从哪来 不管我的体重年龄身高 每个人都需要自行自爱 这不仅仅是尽少数的事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谢谢